从法华商业俱乐部成立开始 我们就一直关注着这个俱乐部 双方的投资也是越来越多 马克龙总统每次去中国的访问 也可以带回来大量的订单 那么Mazda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双边的关系当中 成为在这个经济方面 能够成为一种扭蛋 一种桥梁 法华俱乐部这个活动 是我感觉最好的活动之一 所以每年 它组织了几次活动 我都会参加 因为在这个平台上 能够帮助两国企业界 做一些沟通 协调 或者是促进工作 在这些年轻人与伤的工作 专业的专业 他成功能够成为一种地区的 一种地区的地区 是所有交集相互而出了很多作用选择 在訪汇中我们说商专业和中国公司的处备 我们需要存在 它决定的特币主义 比国家美国务击证és 是用来工作的工程和5G 是感到在 젊重的工程中 跟优优 和 UX 我们也来说乱与美国的随一个积极图 我们将的支持者说 就是这个随便 我们会议出 美国在一个党中构式的有关主持人 美国的世界美国的货瘁金 我得很好 有老公司在巴西 是要做的城市 我們不會在城市 這不是很危險 這是一個普通的產品 是一個普通的產品 和20世紀的城市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在城市 這個普通的城市 問題是在臺灣 在臺灣也在臺灣 在臺灣的保健康 和保健康 我認識的保健康 是一番重要的問題 尤其是一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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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在巴黎,也在巴黎,也在巴黎,也在巴黎